哈喽,同学们,一会儿我就要去参加赛跑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赛跑这个单词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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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词Race中,字母组合Ace读作Ace 合起来读一读吧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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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词Race可以用作名词表示赛跑 参加这次的赛跑我可是信心满满 I'll take the first place in the race 我将在赛跑中获得第一名 不过参赛选手还真是多呀 竞争好激烈 Many people took part in the race 许多人参加了这次比赛 是的,同学们别惊讶 Race还有比赛,竞赛的意思,也是用作名词 除了名词的用法,Race还能用作动词哟 意思是参赛与谁比赛 因此 Many people took part in the race 可以这样变换 Many people raised 许多人参赛了 Race既有名词用法又有动词用法 大家可要认清它在不同句子中的身份哦 哇,好多人参加这次比赛呀 咦,有黑人朋友 还有白人兄弟 Of course This race welcomes people of all races 没事,花小鬼放心中 我们涌向随 很感谢大家来给我助威 我一会儿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哎,同学们有没有留意到我刚刚说的 This race welcomes people of all races 这句话呢 这里出现了两个Race 它们都是同样的意思吗 No, no, no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Race是比赛的意思 而第二个Race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前面阿道提到了 这次比赛既有黑人同学参加 也有白人同学参加 说明这次比赛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同学参赛了 因此第二个Race的意思也就呼之欲出了 Race还有种族人种的意思 用作名词 变为复述时 同学们可别忘了在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S哦 那么回顾一下这句话 它的意思就是 这次比赛欢迎各种族的人 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再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知识吧 单词Race怎么记才能又快又牢呢 我想到了绕口令的方法 像Race一样 以ACE结尾的单词可不少哦 快来试试看吧 洗洗Face 到达Place 参加Race 请参加100米的选手到1号场地集合 轮到我了 我得去参加Race了 请大家给我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